大家好啊 刚才给大家读了一段这个游牧世界啊 日本的松原正义教授的 再给大家读读前言啊 游尔克 Y-O-R-U-K 是土耳其共和国内 过着游牧生活的突厥系统的游牧民 游尔克是流民放浪者的意思 是动词游尔美克 Y-U-R-U-M-E-K 走动的派生词 意思是在走动啊 这本来是来自其他民族的他称 就是别人这么称呼他 渐渐的变成了自称 而被广泛使用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呢 这部分安纳托利亚 占土耳其整个国土面积 97%的亚洲部分 这个他说的意思就是 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也就是 安纳托利亚高原 或者叫小亚西亚半岛 占土耳其整个 国土面积97% 我得到的数字是96% 就是无论如何吧 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现在只占土耳其的总面积的3%到4% 这个他的97部分的突厥系统的游牧民啊 称呼为Urk的 可谓是众说纷纭 什么时候有这称呼的呢 有的说12世纪的后半期 12世纪后半期 那就是1150年往后 那离现在也有800多年了 是吧 也有人说是15世纪啊 14几几年 或者17世纪 16几几年 那即便是16几几年 那离现在也得有400多年了 虽说现在无法确定 Urk这一名称 是从何时开始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做出结论的 这是侵入安纳托利亚的 Tukman族的一部分的别称 因为在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的 国内残留的游牧民族中的一部分 仍然被称为Tukman 所以说有人说进入安纳托利亚北部的 突厥系统的游牧民族 仍保留着Tukman的名称 而进入该地区南部的 则被称为Urk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这些游牧民 原来都是Tukman人 但是呢 这个小亚西亚半岛 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半岛 它的北部 现在呢 今天那些Tukman 仍然还叫Tukman 那么南部的 在南部地区游牧的 就不叫Tukman了 叫Urk 是吧 小亚西亚半岛呢 它是三面环海 它是北 西南 北边是黑海 大家看黑海这个名字啊 它那个黑应该用的是Kala 如果大家去查英文啊 我没有去查 但是我有印象 实际上这个Kala 或者Kala 这个就是黑色的意思 是突厥语 那么俄国有一个海 叫Kala海 不知道那个名称 是否来自突厥语 我就不清楚了啊 也许另有其他的意思 我没有进行考证 那么小亚西亚半岛的西部 西部是什么海呢 是这个 叫土耳其海峡 合称土耳其海峡 其实也可以叫土耳其水道 它是从黑海 进入地中海的这么一个交通要道 土耳其水道 是由马尔马拉海 博斯普鲁斯海峡 和达达尼尔海峡 组成的 然后这个 小亚西亚半岛南部 就挨着地中海 另外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土耳曼啊 现在有土耳曼斯坦 共和国 它的首都 可能没有共和国这仨字 是正式名称 那么土耳曼斯坦 它的首都叫阿什哈巴德 土耳曼 这个民族也分很多部落 像什么约穆德呀 什么萨鲁尔啊 其中有一个萨鲁尔部落 就到了中国的青海 现在叫寻化 萨拉族自治县 那个自治县我去过 他们很多词汇 和维吾尔哈萨克 都很像 都属于突厥民族 土库曼民族呢 主要分布在 土耳其共和国 伊朗 阿富汗 及 前苏联领土内的中亚部分 有一个笔 这个我要给他补充一下啊 那还有伊拉克 伊拉克 他没提伊拉克 伊拉克 大概有百分之二 一到二的土库曼人 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呢 就是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 他是研究犹太人问题的 他发表过一篇论文 就是谈伊拉克的境内的 犹太人的历史上的境遇状态的变迁 写了这么一篇论文 那么他说 土库曼人占阿富汗的 占伊拉克的百分之二十 和库尔德人一样 我说不对 我说库尔德人大概占百分之二十 这没错 我说土库曼人顶多占百分之二 甚至连百分之二都没有 他还他说不对 他说你说的不对 他说我这论文都发表了 我说那你查资料 一查果然他说错了 在从西伯利亚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广大范围内 到处分布的突厥语诸民族 突厥诸语言当中 土库曼语与土耳其语 以及阿塞败江语 一起构成了突厥诸语言的南方语族 这个突厥语啊 是一个语族 他这个说的不对 他这又错了 应该不叫南方语族 应该叫南方语之 语之下边还有语族 这个语族就不对了 这个 因为突厥语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语系 突厥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 就是阿尔泰 阿尔泰阿尔就是黄金的意思 阿尔泰语系分突厥语族 蒙古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 也有人把阿尔泰语里边还涵盖了乌拉尔语系 但是一般来说乌拉尔和这个芬兰 乌格尔和芬兰是单一个语系 但是他这用的词不对啊 不叫语族 从古代在古代从蒙古高原出发 席卷整个中亚的 就是发源地是今天的蒙古国一带的啊 席卷整个中亚的包括吉尔基斯 维吾尔在内的各突厥系统的游牧民族当中 大约是迁移到最西端的一部分 就任何一个民族在古代啊 你依靠战马或者是骆驼或者是牛羊 这种竹水草而居 不像现在坐飞机啊 坐火车坐轮船 在古代他那种自然状态的迁徙 他到了最西端 也就到了小亚西亚半岛 但是我得到的数字 我得到的资料吧 确切的说 其实在巴尔干半岛 还有一部分突厥人 但是他是不是游牧民就不清楚了 那部分人叫加告资人 当然了那一部分突厥人 也没信伊斯兰教 有些一部分反而信了东正教 所以这个东西 他的概念应该也差不多吧 可以说土库曼 就是古代突厥史中 常见到的奥古斯族 O-G-U-Z 奥古斯 奥古斯有的写成乌古兹 有人说是识的意思 识 现在在突厥语是 熔 忠 轥 熊 奥古斯族又叫艾基斯 砤士 伊斯 海 尼 与 小 使吃 埃及斯 埃及斯 埃斯基 埃斯基 埃斯基是旧吗 我不知道突厥语旧怎么说 我可能学过忘了 我知道新怎么说 当然突厥语也分二三十个语言 我知道在新疆 新叫应 应就是新的意思 据说土库曼一词 最早建于11世纪的 离现在1000年啊 差不多的伊斯兰文献当中 但是针对土库曼的语言问题 语言啊 语言的来源 语言的源头啊 学者们也是各持己见 有人说是穆斯林突厥的意思 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讹音 讹啊 以讹传讹的讹 但也有人说是突厥闷的意思 闷是我们的意思 突厥闷 即我们突厥人的意思 也就是伟大的突厥人的意思 奥古斯族是公元682年啊 据现在也1334年 创立的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突厥第二帝国的成员之一 据耸立在蒙古高原厄尔魂河谷的突厥碑文所载 在七世纪末 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 奥古斯就是吴子啊 奥古斯族的大本营就驻扎于 就是他的这个大帐啊 大本营就驻扎于突厥帝国的北部斯林格河流域 厄尔魂的突厥碑文中 记载了奥古斯族与突厥第二帝国的多次武力冲突 就是他和这个突厥第二帝国虽然是他的一部分 他们也是时而战时而和啊 有的时候就互相发生冲突 有的时候就互相臣服啊 基本上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或者游牧帝国有一个规律 叫做以强者之名名之 什么叫以强者之名名之呢 就是谁强就叫谁 实际上大体上这都先后啊 先后是大体上只能说是同一拨人 比如说突厥啊 柔然啊 鲜卑啊 蒙古啊 契丹啊 这个回狐啊 他们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奥古斯族啊 突厥帝国啊 突厥帝国744年 公元744年啊 据现在有1276年 因为回狐的攻击而灭亡 回狐啊 回狐也叫回鹤啊 就是今天的维吾尔和玉谷 突厥帝国灭亡后的一段时间内 奥古斯族仍然是以斯林格河为根据地的 但不久 奥古斯族也因为反抗回狐的统治而灭亡了 就是螳螂普禅黄雀在后 黄雀之后又有童子 你跟他发生冲突 你把他整的是吧 东北话叫整的 你把他搞的垮台了 但是你也消耗了 这时候有一个第三势力来 又把你灭了 或者把你给打服了 你成为人家的臣仆奴隶 所以奥古斯族从蒙古高原开始了向西方的移动 所以他刚才说的灭亡这词不太准确 应该叫被击败被打败 接着他们就被伊斯兰化 是吧 他们到西边之后 离伊斯兰的发源地 阿拉伯半岛更近了 伊斯兰也不断在扩张 进入11世纪的时候 奥古斯族的一部分 便开始从呼罗山地区 侵入伊朗 建立了突厥塞尔柱帝国 这个呼罗山啊 今天主要位于阿富汗一带啊 他进入伊朗了 再往西 建立了突厥塞尔柱帝国啊 塞尔柱也是突厥的一个部落 1071年啊 距今大概900多年 950年左右 在曼吉杰鲁特战役中 这个塞尔柱突厥帝国的兵团 打败了败战亭帝国的军队 挺进到了安纳托利亚 并在1087年建立了鲁木塞尔柱王朝 至1299年的时候啊 就是13世纪的末期 在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根基 已经打好了 开拓鲁木塞尔柱王朝的始祖 奥斯曼大帝 就是奥古斯族的一支 他的一支卡尤部的成员 这个部落叫卡尤这个部族 据传 13世纪前半期的时候 奥斯曼大帝的祖父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是个人名啊 奥斯曼是个皇帝 他的祖父叫斯莱曼夏 斯莱曼斯莱曼就是苏莱曼 斯莱曼就是所罗门圣经里都有记载 前两天被击毙的那个伊朗圣城旅的旅长 不叫斯莱曼尼吗 斯莱曼尼 斯莱曼尼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群岛 是吧 圣经里都有记载 因为古兰经很多东西是从圣经里边借鉴的 包括很多人名 是吧 伊普拉辛 是吧 包括那个摩西 穆尔西 这个夏 斯莱曼夏 夏可能就是沙 沙是波斯语里边 或者沙阿 就是国王的意思大概 为了避开席卷中亚的蒙古铁骑啊 有些人说叫蒙古铁骑 一般在这念骑 虽然是骑兵的骑 骑马的骑 但是一般用在这个地方就念骑 蒙古铁骑的锋芒 率领了自己的部族 他又迁徙了啊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啊 你可能比这个政权或者这个民族厉害 你能把他打败占他地盘 但是后来的人又比你厉害 你为了活命你就得逃 所以这就叫什么 所谓的威邦不入乱邦不拘 他又率领自己的部族 从伊朗东北部的伊朗啊 也包括阿富汗的一部分 呼罗山迁入了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 东北部其实这一带 在那个时候是亚美尼亚人 阿尔明尼亚人比较多 斯莱曼夏极其部族 首先在上 右发拉底河的上游地区啊 上游一般是上 在这个北半球 很多上下 一般上是偏北 下是偏南 或者上是离一条河流的 入海口 更远 下是更近 上游地区和阿尔美尼亚 阿尔美尼亚就是阿尔明尼亚 就是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的山地 过了几年游牧生活 当他听说成吉思汗的死讯后 他可死了 便又开始转身 向呼罗山地区移动 又回自己的家乡 原来他来这 他是为了避难 是吧 当他听说这个清格斯汗死了以后 又回 这哪儿也不如自己的家好 是吧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但不幸斯莱曼夏 在途中于阿列坡地区死去 阿列坡是阿勒坡 阿勒坡现在是 土耳其靠近伊拉克的一个城市 这个上面写阿列坡也没关系 反正是阿勒坡 就这个词嘛 这个地方 然后斯莱曼夏死后 他一般来说 一个大的 一个有影响力的 一个强的 一个首领死后 往往他的儿女 他的部众 他的手下的大将 会分裂 会分家 所以这一场呢 也不可避免的 其部族的一部分 继续向呼罗山迁移 另一部分 则留在了原地 这留下的一部分 不断地吸进 在安克拉地区 安克拉就是今天 土耳其的首都啊 过着游牧生活 其后 从鲁牧 塞尔吉克王朝 塞尔吉克可能就是塞尔柱啊 那里 在西安纳托利亚的 苏尤特 获得了东牧朝 就是他进入的是 人家这个王朝的地盘 你要想在这个地方游牧 分出一部分土地来给你 你在这生活 你在这游牧 你必须要征得 人家地主的同意嘛 人家是地主 这个也没错啊 这个很正常 也就在这样的来回颠颇中 来回的折腾啊 不断地逃啊 又回啊 迎来了奥斯曼大帝的降生 这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啊 他出生了 那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以后 其实就是奥斯曼突厥帝国 奥斯曼是名字 是这个人的名字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突厥帝国 其实类似情况 还有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也是个人名 乌兹别克在汉文里写作 越级别 越级别 就是这个 这一片土地的 他是王 他叫越级别 也可以写成乌兹别克 是他的后代 他统治下的臣民 都以这个领袖的名字 来命名这个民族 所以今天有人说 我是奥斯曼人 奥斯曼 其实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你只是他的臣民而已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后呢 过着游牧生活的奥古斯族 不断的在安纳托里亚的各个地区 寻找合适的游牧区 向四面八方渗透 为什么要寻找合适的游牧区呢 因为啊 因为由这个东西 它是竹水草而居 得有水源 这个突厥语叫素 蒙古语叫乌素 得有水 有泉眼 泉眼叫布拉克 或者布拉克 没有这个东西 是吧 有的说神圣的泉水 内蒙古的阿尔山 新疆克尔克兹叫阿尔桑 阿尔桑 你得有泉水 泉眼 得有河流 得有草 你才能放入你的牛羊 马匹 骆驼 对吧 所谓的五处嘛 是吧 蒙古语管的牧民叫 马拉钦 马拉钦 就是牧民 是吧 有一个著名的蒙古族作家 叫马拉钦夫 其实它这个写成汉字是夫 应该是乌 他这应该发音叫 马拉钦夫 马拉钦夫 乌 就是人 放牧的人 牧民 人 当然这有点重复啊 在奥古斯的 奥古斯族 就是乌古斯的24个分支里啊 他分不同的部落啊 23部的名称 仍然留在安纳托利亚的各个地区和部族名中间 哦 那就是说有一个民族后来慢慢消亡了 但是其他 二十四分之二十三 大概就是95%的名字还都留下来了 那就是不忘祖先嘛 跟大家说一个哈萨克人啊 哈萨克人必须能够背诵出自己七辈祖先 七辈祖先的名字 否则人就说你这孩子是个孤儿 就瞧不起你 哈萨克人呢 结亲 他们本部落不结亲 他一定是实行部落外婚制 要远隔多远呢 七水 就隔着七条河 他为了保证后代子孙的 就是基因的优秀 省得太近了之后 禁亲 禁亲之后你会有一些 出生一些那个智力有残疾的吧 就是所谓的傻子 或者身体有残疾的 总之他不生出来这种智力和体力的残疾人 这个七水呢 七 哈萨克叫Jet 维吾尔呢 七叫Yet Yet Yet和Jet是七 水就是Su 维吾尔语呢 河流 也可以叫河流吧 叫达利亚 所以他们说Jet Su 就是七河流域 今天的哈萨克斯坦挨着中国新疆这一带 有七条河 这一带就叫七河流域 叫Jet Su 绝大多数尤尔克 依然保留着从呼罗山地区 迁移时的传说 可以说 尤尔克一直保持着从奥古斯族时期的游牧生活 你就得保持这些传说呀 你的祖先是怎么来的 是吧 你是这个卡班拜 还是阿布莱 是吧 你还是谁 对不对 你都有自己的祖先吗 就跟我们汉人 其实我们汉人也有自己的祖先呀 我们有自己的祠堂啊 过去 有家谱啊 后来破词就都给弄没了 对吧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了 是吗 就像我回我们老家河北 文安县 文安县 我们那有祖坟啊 是吧 祖坟 但是最前面有一个坟 大坟头 后边一排一排 一辈一辈 那个最前面那一排 我的堂哥说 这叫明堂 明堂 就是说实际上你追不到那了 但是你要有那么一个东西 因为你 大家都是从那来的嘛 一代一代繁衍的 目前在安纳托利亚地区 扔过着游牧生活的尤尔克 究竟有多少人呢 还没有完全的统计 有人推测说 在1923年的土耳其共和国啊 土耳其共和国就是现代土耳其 不是奥斯曼土耳其了 他们的国父是 凯末尔 叫 怎么说 叫阿塔 土耳其 穆斯塔法凯末 阿塔 祖先 父亲 祖父 土耳其 穆斯塔法凯末尔 有人说他是 阿尔巴尼亚人 但是他已经皈依了伊斯兰 他已经是穆斯兰 已经是伊斯兰登涅 有人说啊 说这个1923年以后 大概游牧民还有一百万 也有人说 只有30万 这数字差挺多啊 这个一百万严过其实 是这个朋友说的 是这个作者说的 游牧民族的近90% 已经过上了 走上了定居的道路 至今仍坚持过游牧生活的 尤尔克的牧民数 正在继续减少 这个减少是正常的 这是历史的大潮来了 是吧 那长江后浪推前浪 后浪拍在沙滩上 就我们中国 我们农工民族 有多少职业都消失了 有多少群体都消失了 过去广东地区 还有一个群体 他们认为自己是个民族 后来民族识别的时候 认为他是汉族的一支 叫所谓的淡民吧 如果我这发音没错的话 就指的是 终生住在船上 在陆地上 没有土地和房屋的人 对吗 在历史上 游牧民族人口最集中的 是安纳托里亚 东南部的乌鲁法地区 和马尔丁地区 另外 不好意思啊 打个喷嚏 有人想我了 还有地中海沿岸的阿达纳 和以西安纳托里亚的爱东 为中心的地区 念了这么一小段 都26分钟了啊 因为我总是不断的在讲解啊 在隐身 在发挥 在联想 这个 跟大家说一个体验啊 什么体验呢 我喜欢研究地图 而且我在地图上 我对很多的地名 我进行比对 你比如说新疆 有一个克州和一个阿克苏市 克州叫克兹勒苏 克尔克兹自治州 克兹勒红色 苏是水 洪水红河 阿克苏阿克 白色 苏是水 白河 土耳其境内 大家去查地图啊 也有两条河 一个叫克兹勒苏 一个叫阿克苏 一个红河 一个白河 这个很正常 他们都是突厥人啊 我认识一个朋友 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 中国伊邪的 他叫安尼瓦 也叫安尼瓦 安尼瓦 光明的意思 他就自废 自己到土耳其的伊兹米尔 第三大城市啊 第一大伊斯坦布尔 第二安克拉 第三个就是伊兹米尔 其实要倒根伊兹米尔 有很多希腊的古迹 罗马的古迹 他在那留学了一年半吧 然后 对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就送给我一本 繁体字版的古兰经 繁体字版的古兰经 是台湾送给他们的 台湾没有回族 这一说 台湾就叫穆斯林 台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过去就是白崇喜 白崇喜是广西人 但是他祖先是元代的色墓人 他们叫伯马鲁丁 叫伯马鲁丁 所以后来用这个伯的谐音 就叫白 白崇喜 其实这个姓白的回民里边也不少 汉民也有 满族人也有 朝鲜族也有 这个另外回民没有姓猪的 回民不是比较忌讳猪吗 就咱们吃的这个猪 所以呢 如果他姓猪 原来姓猪 他就会改成姓黑 黑色的黑 因为猪一般来说不是 有人说啊 因为猪浑身是黑的 当然现在也不一定啊 那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前任的政府主席 叫黑博里 然后我呢 跟宁夏还有点小缘分 这个我上中学的时候 在安定门内分私厅胡同的 分私厅中学 分开的分 司令的司 办公厅的厅 分私厅中学 我们学校斜对门 就是有一个四合院 红七大门 过去也是个大家族啊 也是个 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家 那个红七的四合院 那个院里 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住北京办事处 后来他们在旁边 又盖了一个宁夏大厦 然后我还在那儿 吃过饭啊 那都是后来的 跟同学聚会什么的 跟我们初中同学聚会 这个说到宁夏呢 我还有 我成交过一千三百多个客户啊 机关单位的客户 北京以外的呢 有华北石油 华北油田的 因为我姐夫是那儿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宁夏的 宁夏有个石嘴山市 大五口区 有一个宁夏有色金属研究所 那儿的人 那个院子啊 他们那个研究所 这个院 院里人一水的 一色的 说的是北京话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他们是北京 海淀区北太平庄 有一个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那也是我的客户 他是那个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里边 最有毒有害的一个部门 就因为有毒有害 那么北京是首都 北京人呢 似乎就 就更加金贵 事实上北京是沾了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光 普通的北京人是沾光啊 我们是搭车的 那么就给他们牵到宁夏去 所以我见过他们的人 他们在北京 他们来北京就去那个北京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招架所 他们在那儿住 所以他们 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他们都有稍稍有点伤感 我也有点伤感 他们说我们都是北京人呀 其实北京人流落到外地的也很多 那个 我曾经有一次 二十多年前吧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很年轻 有一次我到西四 西四丁字路口 那不是一个红楼电影院吗 红楼电影院在马路南 马路北一个浴池吧 我说洗个澡 洗澡的时候呢 我喜欢跟人北京话的搭个 叫搭讪 所以我认识了很多陌生人朋友 后来有的都成为很多年的朋友 然后我就跟旁边一个人搭讪 他说他是北京人 然后呢 因为石家庄 石家庄是火车驼来的城市 糊涂河边上一个小村嘛 你听这名石家庄 是吧 六里屯 百万庄 是吧 这都是一个村 所以 后来建成河北省的 变成河北省的省会之后 从北京迁移过去 很多的 包括纺织厂 也不限于北京人啊 纺织厂 军工厂 什么白秋恩军医学院 这个石家庄陆军学院 有很多这种单位都签到石家庄 他说我也是北京人 他说我原来就住在西四羊肉胡同 但是他不知道羊肉胡同在哪了 然后我就跟他谈了很多 我也很动感情 我还把他带到了那个羊肉胡同 在他在那胡同里还转转 什么附近的砖塔胡同啊 跟他还转转 所以呢 这个人是一个 反正我吧 我不知道别人 我真的不是一个冷酷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感情充沛的人 非常多愁善感 特别容易动感情 经常感慨万千 也经常出于一种热心肠 我去帮助很多人 很多是陌生人 过路人 我帮过很多人 也因此自己受过很多害 但是我还是觉得 不论别人怎么对你 我还是 江山一改平行难移 如果有类似的事 在我能力之内 我还是愿意帮别人 咱们再说到这个宁夏 有策金属研究所 北京的有策金属研究总院 是我的客户 可是不是他给我介绍的 北太平庄那一带 北太平庄是我一个客户 聚居区啊 从这个计门桥的计门饭店 到这个儿童电影制片厂 到这个桥头的 寄门桥头的国家专利局 现在叫国家知识产权局 到这个北京电影制片厂 北影厂 到马路对面的中央 中央教育研究所 现在叫研究院 到这个电影洗印厂 是吧 到这个电影乐团 到这个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中影集团 另外这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 新营厂 过去毛泽东活着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 文革前 你要是一放那个故事片 之前都有什么祖国新报 一看都是中央新营厂 那都是我的客户 那一大片 包括后边那个牡丹电视机厂 这个这个整个计门桥 北太平庄马店这一带 我的客户太多了 所以我对那一带也很有感情 那一边人对我是非常好 我跟那一带 北太平庄这一带人也有缘 对 还有那边还有一个铁道部 是铁路局的铁道部的党校 现在都拆迁了 还有总参防化兵部 是吧 这个北一三院那边的总参防化兵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事的老岩北京郊区岩庆人 然后什么总参四部 电子对抗电子侦察 还有这个建祥桥这边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不是那是封台的 从那分出来的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这原来都是我客户 还有后边的长空机械厂 好几千人大单位 这个管事的一个王哥叫王什么国 从黑龙江回来的 黑龙东北人 他是东北人 他老婆是北京到东北插队的知青 然后返城之后一块回到北京 然后我们俩一块吃火锅 还遇见了金铁林 就是李古一的前任劳工 旁边是中国音乐学院 是吧 然后再往北 到那个北沙滩再往北 那个叫什么双拳铺 双拳铺有中国建船研究院 建船研究院里边的一个所 还有他们的院 都是我的客户 还有劳动部的 现在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吧 劳动部的中国劳动大厦 还有那边的那个大屯那一带的 蛙里这一带的 龙王唐村这一带的 什么蛙边村小学 哎呀多了多了 包括那个巴达岭高速管理处 这全是我的客户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 我还真不是这个北京的 有策金属研究总院 介绍的他原来的下属单位 宁夏这个 我是通过什么呢 现在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非典 在03年02年非典的时候 北京的地坛医院 地坛医院原来叫第一传染病医院吧 大概 地坛医院就在我家附近地坛公园 后来才迁到了郊外 迁到了朝阳区靠近顺义的金展乡这一带 机场辅助 那么是谁给我介绍呢 就是地坛医院的总务科科长 地坛医院也是我的客户 我还记得那是零几年吧还是九几年全民经商的时代 这个地坛医院的总务科 副科科长 他同时还是朝阳医院附近一个出租汽车公司的法人代表 他的弹挑 他的弹挑 北京话叫弹挑 东北话叫连桥 实际上就是连金 就是他们两个的老婆是亲姐妹 是这种亲属关系 是那个宁夏有策进入研究所的管后勤管行政的头 他给我介绍 然后对 刚才说的朝阳医院 朝阳医院旁边什么白家庄小学 什么这都是我的客户 医院系统也是我一个大的客户群体 包括北源朝阳区北源北边往天图院走的路上 有一个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吧 航空系统的中心医院 这也是我的客户 还有公安部的复兴医院 专门治这个肛肠病的得治疮的那个二龙路医院 什么和平里医院 第六医院 第六医院的团委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 东四复产医院 东四复产医院夏天发的茶叶 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都是我的 我是什么生意都做 然后东四复产医院对面的那个建设银行 还有这个工商银行的东城区织行 这个什么国家地矿部 太多太多了 这个客户不能回忆 一千三百多个能说个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这里边有好多故事 有很多人我都非常感恩他们 这些人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还有这个国务院系统的那些中职系统的那些大驻委 基本上长安街沿线好单位 一半以上都是我的客户 说到这客户能挣钱就没飞色舞 老说这个过五官斩六将 也不说这个走卖潮 人人都如此 一旦说到好的就没飞色舞 不好的就藏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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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